国省各地职能部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把各项工作做细做扎实 给企业卸下包袱 提供精准的服务 化挑战为机遇 全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日前 一家贸易公司申报进口的 6.5万吨巴西大豆运抵北梁港码头 海关官员迅速利用无人机 开展表层检疫 使用自动设备取样等监管工作 货物通关时间比以往缩短7到9天左右 受疫情影响 我们公司一直面临着 粮食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海关了解我们进口通关需求 并进一步优化了物流监管 产业流程 几条船将近产生了50万以上效益 企业复产复工前提是 材料运得近来 产品卖得出去 大连海关推出优化营商环境27条措施 在大连港内 实现粮食通过运输卡口 电子化无人化 东北亚商品车港铁联通监管新模式 实现了海关智能卡口的秒放行 利用我们车辆识别代码的唯一性 对在港的车辆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 量多面广的中小企业 是复工复产的难点 也是重点 各地主动对接 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跑出加速度 复新市营商局 邀请市发改委 工信局 商务局和税务局四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和五家企业代表做客 企业开门见山 就交通运输 融资贷款 汇起政策等提出想法建议 多数问题现场落实 未能解决的也被告知了答复实现 这种对接模式能直接地让我们把担心的问题 想了解的问题都一次性地给我们实实在在地 立即就得到了解决 在丹东东港 作为中车集团配套生产定点企业的 辽城机械各条生产线正加班加点作业 保障按时完成生产订单 在开发区的帮助和指导下 我公司生产并未受到影响 并实现了逆势增长 同期生产总值实现了增长36% 这段时间 东港市经济开发区抽调机关干部 成立车辆接送专班 全天候负责企业货运车辆接送服务工作 畅通运输渠道 严格把关保工企业和复工审批流程 目前开发区220家工业企业 全面复工复产 沈阳市创立东北地区第一支 区籍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主打投早投小投科技 弥补市场化基金 在早期投资领域的缺位 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安山市制定了减轻中小微企业 生产经营负担的若干措施 从降低企业半电负担 精准保障有关资金事项落实等6个方面 加大对中小企业帮扶力度 截至目前 全市776户规模以上企业 开付功率接近100% 铁领市人设部门 会同市财政局 税务局 出台11项筑企纾困 和民生保障政策措施 涉及社会保费降费还缴 失业保险文港返还等方面 着力减负文港 支持企业用工 加强民生保障 本台综合报道